我們要來介紹Android的開發環境的安裝方法 在我個人的網站裡面 Android的這本電子書上面 我有寫了一點開發方法 但是這個過程稍微比較複雜一點 所以我們在這邊進行一次示範 首先你要安裝Java的JDK JDK你可以在這個地方下載 這是Oracle公司 因為本來Java是生養的 生養被Oracle併購 所以就變成Oracle的 在這裡我們要選了Saved License 統一它的授權條款 然後在這個地方你就會看到 一個JDK7 Windows i586的版本 這是32位元的Windows 那如果是64位元的請下載這個 那在這邊我們應該是要下載32位元的 不過為了節省時間我已經下載完了 是告訴各位現在的下載位置 那下載完的JDK呢 我們目前放在這裡 Install Android這裡 那這個是下載完的JDK 那當你下載完之後你點兩下 按執行 它就會開始安裝 但是因為我已經安裝過了 所以不用再安裝一次了 不過如果想再安裝一次的話 其實蠻簡單的 通常就是一直下一步就對了 這個就不介紹 那接下來呢 當你下載完JDK之後呢 你必須要再安裝Android的SDK 那這個SDK呢 你一樣也可以從網路上 Android的官方網站下載 在Download這裡 然後呢 Download這邊 有一個Android的SDK 還有R12Windows 還有一個Installer R12Windows 那兩個的下載你都可以用 但是呢 我可能會建議用這個ZIP 雖然官方網站建議用這個ESE 但是ESE它會自動幫你安裝在某個預設路徑 那這對Android的開發而言 在Eclipse那邊 就我測試是有點不相容的情況 所以我們建議下載這個ZIP的 好 那這個ZIP呢 我已經下載完畢了 所以 我們在這邊 已經下載完畢 節省時間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ZIP檔呢 解開 解開 那要解壓縮到哪裡喔 你可以自行決定 但是 請注意一點 最好是 在這個路徑上面 不要有空白 有空白格子的話 那會 產生一些問題 所以 最好 像我是安裝在這裡 安裝在這裡 所以我就把它解壓縮在這裡 那這個解壓縮的部分 其實我已經做完了 所以就 不再做一次 那同樣的Eclipse呢 我們也是把它解壓縮 那解壓縮的部分呢 我 我目前是解壓縮在 根目錄 但是 我剛剛為了示範 所以已經把它刪掉了 我就直接解壓縮在根目錄 因為 它解完之後呢 它會直接建立一個 Eclipse檔案 所以我直接解壓縮在根目錄 應該沒有問題 那我就按確定 那這個Eclipse的解壓縮 需要一點點時間 那當我把Eclipse解完之後呢 根目錄上面會出現一個 叫Eclipse的檔資料夾 我們來看一下 跟墨入 上面 OK 已經出現了一個Eclipse的資料夾 那這個待會 我們會使用 但是 在做這個之前呢 我們要先 做一個安裝 這個安裝就是Android的SD 可以看到剛剛我們解完的結果 可以看到剛剛我們解完的結果 在這裡 這裡還要再進行一次的安裝 那這個安裝呢 實際上它會 它會 問你要下載哪一些版本的Android 那這個部分 如果你下載全部版本的話 是蠻大的 所以時間就會花蠻久的 那 如果你下載的 只有 只有少數版本的話 那速度應該會加快一點點 雖然我之前都是下載全部版本 那這邊我們已經看到了 有這麼多 這麼多版本 那Package, Destination and License 這些我們要Accept 那但是這裡 它有這麼多這麼多的 文件 給你下載 那目前呢 其實 我們如果不需要 不需要一些套件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關掉 那Android的3.0以上呢 是 那個 就是Pad 就是AndroidPad 就是平板電腦用的 所以應該比較用不到 那Android的2.3.0 3.3 目前看到這個最新版 那這個我們要裝 2.3.1呢 我在想 可能就先不用裝 你的 浪費太多時間 好 那點兩下 它會變叉叉 2.2呢 2.2呢 2.2 我記得好像 有點用 因為有太多的軟體是2.2 我們自己的Tattu手機呢 是1.6的 所以我們安裝1.5的話呢 目前我想先不要安裝好 那剩下的什麼 Sample SDK 這個 為了時間 節省時間 我們暫時先不安裝 需要的時候再來安裝就好 Google API 這些東西呢 我們就都不安裝了 我們就都不安裝了 整個程式庫 那量很大 目前我們是選擇盡量不安裝 Android Market Licensing Package 和Building Package 那我覺得 我們還是裝一下 所以 USB Driver Package 或許需要 我們把它打勾好 好 那就這樣 我們就把它 安裝了 好 那這時候呢 它就會開始去找 找到下載 需要可以安裝的 你所選的那些東西 然後進行下載 這個下載的時間 應該是要滿久的 所以我們暫時 先暫停一下 可以吃到這裡